我们终于拿到这个 CS30 的 CKD 版本了 自从发布之后呢 这个版本因为降价的关系 所以在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路上的能见度也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的影片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CS30 的几个重要特点 如果你是想买这款车的话 那么这一期节目一定要看下去 因为会跟你分享很多干货 首先第一点这辆车是一辆 Crossover 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SUV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辆车其实它是基于 Mazda 3 的 Hatchback 打造 所以它的车身高度稍微会比 Mazda 3 高一点 不过它的这个离地高度只有 175mm 也就是讲如果你在 parking 的时候 遇到这样子的地方 你还是会有可能撞到 但是如果是偶尔应付一下 你用路营 路况啊等等 它还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车身高度比较高 所以你的长辈在上下车的话会比较方便 打开门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路口是比较大的 所以要坐进去方便不少 从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辆车 似乎一两位户外活动打造的车馆 就是这边 它拥有很多的防刮材质 也就是讲如果你今天真的开这辆车 去一些户外的地方 露营啊 石头弹起来的话 它并不会刮花你的车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还不错 只是好不好看就见仁见智啦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就是它的引擎 在CKD之后的CX30呢 全车系都标配2.0公升的 SKYACTIVG自然进气引擎 原本的1.8公升SKYACTIVD呢 则是被取消了 这具引擎你不要看它是自然进气 它的这个整体动力输出都还不错 最大马力表现是162hp 峰值扭率表现213Nm 虽然跟一些Turbo Engine相比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也非常接近的 不过它有一个重点 是差的同级车款没有的 也就是这辆车匹配的是6速的 自排变速箱 而且有Sport模式可以选择 如果是在一般驾驶的话 这个引擎在拉高转的时候 声音非常好听 而且它还会有这个后牙的动作 所以整体驾起来非常的热血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驾驶感 就很喜欢那种引擎的声浪的话 那么这具引擎应该会非常符合你的需求 我自己开了几天 这个引擎我还非常喜欢的 只是它的油耗表现大概是8公升 100公里到8.5公升 100公里左右 以这样子极具的车款来讲 这个油耗只是中规中矩啦 没有太出色 你觉得这样子的油耗 你可以接受吗 第三点我们来看这个空间表现 一直以来MASA的车款的空间表现 都不是那么的出色啦 因为它卖点都不是空间 不过这辆车的空间表现 基本上会比MASA3好一点 这个是我标准坐姿 你可以看到我头部空间 基本上还是有的 如果我是坐MASA3的话 那个摇迫感就会非常的重 然后宽度也还好 置物空间也非常足够 这边有格子 然后这边也是有格子 然后这边还有中央扶手 可以放东西 不过呢 如果是我坐在前面的椅子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椅子的包覆性不是那么好 这边会卡到我的肩膀 所以长期驾驶的话 会有点不舒服 OK啦 这个就是前面的空间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CS30后面的空间表现建议做两个大人就好 因为中间骨铁面积比较大 而且这边比较平 所以如果大人坐中间的话 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小孩子的话可能勉强可以 不过它还是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我们看回这边的空间表现 前面这个是我的标准驾驶坐姿 然后如果我坐这边的话 我拳头大概是一个拳头 两三个指头左右 这个空间表现并不算很充裕 后面的压迫感也会比较重一点 比起前面更重 然后虽然讲它后面有三角镜 但是因为这个三角镜的面积 太小所以其实帮助不大 然后这个椅背也比较直 没有办法做角度的调整 所以如果长期坐在后面的话 其实舒适度并不是那么好 不过这边还是有这个中央扶手啦 可以给你放手 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 就是小家庭应该还蛮适合的 如果是讲你的家人可能身高比较高 或者比较大直一点点的话 那么坐在后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舒服啦 这空间表现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是比较顶级的CS30呢 是有这个Powerboot的设计 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尾向的空间表现 同样的也其实也没有很大啦 我们放一个相机bag 然后放一个这一个 我的普通的包包 它就差不多满了 不过有个好处是 它有这个六四分离椅背的倾倒 如果你真的是要载比较大的物品的话 倒屏后面的椅子就可以载了 然后打开下面的这个杖板 它还是有这个SPLAY DIA的 不过它的SPLAY DIA就是那种铁RIM 不是这个Full Size的RIM 所以这个就是这辆车的空间表现 如果满分十分你会给多少分呢 接下来要讲的重点呢 我觉得是MASA最强的买点 也就是它的配备跟质感 质感的方面哦 这辆车基本上你可以摸到的地方 都是那种高质感的皮革 例如讲这个方向盘 然后例如讲这个中控台上面 还有这个车缝线 软质塑胶等等等等 摸起来感的感觉就是非常爽 而且在这些按键上面 它还是有这个物影来做点缀 按下去的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转动 那个声音听到吗 每一个按键它都经过精心设计 质感真的是非常的 看起来真的有那种豪华车的感觉 然后这边 全部都是Piano Black啊 雾银啊 然后皮革搭配而成的 这辆车做起来你根本都不会感受到 它是一辆普通的日系品牌 所以这辆车质感是最大的卖点 至于在配备的部分呢 有几个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例如讲这个荧幕非常的高清 也非常流畅 只是可惜它并不喜欢touch screen 你要用这个旋钮来控制 然后前面有抬头显示器 然后有数位化仪表 然后这辆车还有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包括了主动是定速巡航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车到维持系统等等等等 它都有 因此这辆车的配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还有一个配备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 你只要拿着这个智能锁势 你离开车一段距离之后 车子就会自动上锁 这个功能其实非常的适用 尤其是在你搬东西的时候 OK 现在我们就讲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这辆车可以是从价位里面 操控最好的那一款 大家可以看我的动作 其实这辆车它车身并不高 虽然讲它是一辆COS OVER 它离地高度只有175mm 所以它可以给你一个低重心 但是它里面也坐姿比较高 又给你一个高视野 所以它就融合了SUV跟这个Hashback的重点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确实很出色 然后加上这个2.0公升的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你可以听到吗 我拉高转的时候这个声音都蛮好听 完全就是给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讲真的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这个引擎设定啦 开起来真的是很爽 果然就是人马一体 不过这辆车其实也是有一点缺点在啦 就是讲这辆车 其实它的整体设定是偏运动化 所以它车身的弹跳是比较明显 跟其他它的同级对手相比 舒适性就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轮胎噪音也比较超一点 所以在这个移动过程的时候 你整个车辆的隔音表现 可能会稍微逊色一点点啦 但是选到运动车款的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设定是OK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称赞的 就是这个steering非常非常的跟收 可以看到它的反应非常非常的迅速 这样子激烈驾驶它竟然hold着住 这个应该是目前通缉SUV 或者是通缉Crossover做不到的东西 可是你可以明显看到 从镜头看到我整个人 其实是压迫感是蛮明显一下的啦 所以这辆车有好有坏 就看你怎样去选择 如果我讲今天你是一个比较偏重驾驶乐趣的人 那么这辆车你就真的是很适合你 如果你是不喜欢那种驾驶的趣 你只是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移动过程 然后比较疏疏的移动过程 那么你可能就要去看别的对手啦 不过这辆车真的很多点值得称赞 它应该是同级唯一一款 采用这个6AT的车款 加上这个6AT非常的聪明 你只要是想要退档的时候 你身踩一下油门它就退档 然后那个引擎一拉高转速 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是太爽了 所以我开了这辆车五六天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辆车 不过讲老实话这辆车 可能满足不到我的要求 因为我有点赛人赛物的需求 所以它的空间 可能是我不会考虑它的原因啦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如果讲你不是很在意空间 然后你很喜欢操控 这辆车 good 这个2.0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来到Highway了之后啊 它同样的跟那个涡轮增压引擎 有很大的差别 涡轮增压引擎就是给你一个 一直在很冲的动力 但是这个自然进行引擎 SKY-Active G呢 它给你的就是一个很绵密的动力表现 基本上就是很顺畅 你在Highway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跑很快 你要超车的时候 它也是有足够的动力给你去超车 但是整体的感觉就是 你会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很温柔的引擎 它给你整体的动力是非常流畅 非常的舒服的 开起来的感觉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嗯 其实你会有一种那种 满enjoy的感觉 因为很enjoy的自然进行引擎 带给你的流畅性跟顺畅性 这个是涡轮增压引擎暂时还给不到的 虽然讲现在涡轮增压引擎也很进步很多 但是涡轮增压引擎跟自然进行引擎的差别还是蛮明显的 当然这个是个人喜好啊 没有讲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 这样子 所以就看你喜欢自然进行引擎还是喜欢涡轮增压引擎 你给我的话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两个都要 CS30 CKD 之后呢 它的价格跟其他的两个对手 也就是Toyota的Corona Cross 还有Honda HR-V非常的接近 但是实际上它们瞄准的消费者并不一样啊 例如讲Corona Cross可能要求的就是Toyota的这个舒适性啊 还有Toyota的稳定性 然后追求HR-V也就是要这个空间跟这个Turbo Engine 至于CS30的消费者呢 就是要这个很帅的外观设计 很精致的内装设计 还有就是这个Mazda的人马一体驾驶感受 老实讲我必须承认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应该是上面三款车里面最好的那一个啦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啦 就是讲它的空间表现可能没有那么好 然后它的隔音表现可能略微差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呢如果买车的话 你真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哪里 如果讲今天你的需求非常符合Mazda CS30 可以给到你的东西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是你的最佳选择啦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喜欢这个CS30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我们讨论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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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